38岁,才首次担任电视剧女主角,被指示高佩金镜 以为是演技新人,却是连影帝曹成佑都甘愿当其学生的演技大佬 他就是田美都,一个经受过排挤霸凌叛逆退学,还能在中年爆火的女演员 在饰演机制的一生生活之前,他就已经是音乐剧界响当当的人物 虽然长得乖巧,但在青春期时,曾有一段急疯怒涛般的叛逆期 田美都是釜山人在家中,排行老三上面还有两个比他大十多岁的哥哥 由于父亲在他小学时就因病去世了,母亲为了维持生计,对他采取的都是放养方式 中学时,他跟着做生意的母亲来到首尔上学,却第一次感受到了人性的恶意 只要他开口说话,身边的同学就会笑话他,带着方言的普通话,还在私下里骂他老土 当时首尔有个百货大楼叫美都百货班里的同学,经常把田美都的名字与其联系起来 在教室里大声地教他百货店,在这样的环境下田美都变得越来越内向 哪怕是两年后,回到釜山上学,依旧没能转换过来,性格好在交到了几个好朋友 但在女校里,七八个女生聚在一起出行,在老师眼中就是不良少女的标志 田美都遭到了老师的针对被管教了一通 正处于中二期的他,一怒之下,选择了退学,直到一年后才继续读书 在考入明知专科大学戏剧电影系后,田美都接触到了照亮他人生的话剧 比起中学时遇到的痛苦话剧生活,对他来说,就像梦一样快乐 或许就是这样的真心,才让他还未出演机一之前,就已经被两位男演员极力推荐 明明是影视界小透明,却遭到曹正式流眼兮兮的双重推荐 蔡宋华这个角色,似乎天生就该属于田美都 刚来机智的一生生活剧组面试时,导演就听说过他是在音乐剧界赫赫有名的人物 但电视剧和舞台剧,虽然都是演戏说到底,还是两个不同的职业 两人第一次见面,都有点小心翼翼 虽然在试过台词后,导演和作家都觉得,田美都无论哪个角色都能完成得很好 但还是担心田美都的知名度太低,会让观众难以接受陌生的演员面孔 就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仿佛如同命中注定的一幕出现了 导演在和已经确定的主演曹正是一起吃饭时,他提到了有一位演员想要推荐那个人,就是田美都 这并不是在替朋友托关系走后门,因为在拍摄机一之前两人没有任何私交 唯一一次见面还是曹正是单方面的观看了 田美都主演的音乐剧Once当场就被演技折服了 这件事发生后没多久,已经确定的另一位主演刘衍熙也打来了电话推荐的人,又是田美都 导演组当即确认了人选,事实证明他们的决定并没有做错田美都饰演的蔡宋华 在门诊部分有大量含有,专业术语的台词甚至两分钟内要说上600个字 但田美都拍摄一天下来只NG了两次,让深远昊每次提到他都赞不绝口 然而这么优秀的一个人,却因一个动作被韩国男人们骂上了热搜 凭基因爆红的田美都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因为一个首饰被骂到节目下架 这一幕出现在音乐节目柳希烈的写声部中 看过机智的一生生活这部剧的都知道田美都饰演的蔡宋华是一个音痴 但田美都本人却是数一数二的音乐剧演员 这让主持人柳希烈感到很好奇他是怎么在剧中唱歌不着调的 于是田美都手口并用的展示了一番 说他会用原本的嗓子唱歌还用比了一个音调的首饰 本来是无心之举结果 当节目组把视频传到油管上评论就变了味 许多韩国网友觉得这是侮辱男性的首饰 让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纷纷要求删除视频 先不说联系一下视频内容 就会知道田美都根本没这个意思 选有争议的视频封面难道不是工作人员的失误吗 但节目组最终还是因为评论里离奇的要求删除了视频 这个首饰起源于韩国男权和女权对立的时刻 一直被当作是贤男首饰 而这已经不是韩国网友第一次破防了 早在这之前主持人JJ就曾因为这个首饰 被7万韩国网友请愿让他退出娱乐圈 而整件事的起因只是因为JJ在红毯上 用食指和拇指捏着只吃了一块巧克力 因为 Roland在去年翻红的Brave Girls也没能逃过此劫 因为拍摄广告时用同样的首饰 拿了一块面包就被骂是在贤男 只能说如果心眼和真比一样 小娜看什么都像是在给你添堵